我出道三年 喜提黑称爱蹭姐 黑粉们微博骂了万条 叫我少蹭她家爱豆 笑死 他们要是知道这些顶流过年 为真我脚边磕头位置大打出手 会不会经到下巴脱落 没错我不装了 我就是村里人小备份大的姑奶奶 临近年关 经纪人给我接了一档综艺 一起参加综艺的还有顶流 可我刚刚往顶流旁边一凑 直播间弹幕就炸了 啊 爱蹭姐离我哥哥远一点啊 爱蹭姐能弄独自美丽啊 以后不让你蹭 你现在来蹭我哥哥了是吧 可直播间炸成什么样 在录综艺的顶流文思域又看不到 不管你现在处境有多差 能刷到这个视频 说明你要上岸了 留下一句话并爱给一下自己 好运即将到来 他一如既往的找了个摄像头 拍不到的地方 将保温杯递给我 又捂住了麦 胡奶奶 大冬天的 求求你喝点热的吧 摄像机没有拍到文思域 把保温杯给我的画面 只拍到了我端立对文思域 同款保温杯走出来的画面 怎么连保温杯 都是哥哥同款的呀 服了 爱蹭姐还是这么爱蹭 不怪粉丝们这么生气 实在是我出道三面 铃声确实不好听 天王拍MV请我当女主 可拍完MV之后 粉丝发现 我还多次穿着天王同款品牌衣服 女士那年上期青涩的我 第一次喜提热搜 我参加综艺节目 导演让嘉宾随即拜访圈内好友的家 我自信地带着设置团队 往影后加走 奈何寻音者不遇 节目组发出视频后 我被群嘲 等等 这款外套是影帝买的定制款吧 懂了 爱蹭姐就硬蹭 买访版也要硬蹭 最终 爱蹭姐这一称号的落实 还要归功于鼎刘文思玉 得益于这些日子的爱蹭风波 我有幸和鼎刘文思玉 一起参加一档美食综艺 来我家吃饭吧 综艺录制期间 我给文思玉加菜倒水 对文思玉的忌口倒背如流 那一阵子 我们的CP粉如平原上的卖浪 恨不得在阳光下翻出花来 可文思玉坐在采访席上 一番无情言语如同调破大雨 深深浇透了我们 CP粉成志的心 我和秦柱柱 开什么玩笑 我们不可能 一辈子也不可能 他怎么知道我那么多忌口 知道我忌口的人多了去了 那场采访过后 我和文思玉并未如广大网友所想 彼此举例 节目上依旧如往常相处 谈话时依旧闲得没事 Q到影后和天王 这几位被我蹭的大咖 粉丝终于忍无可忍 集体奋起 将艾蹭姐这个黑称 给我扣时 黑称扣时那天 是2月28 节目组收视率水涨床高 导演大胆提出建议 不如我们去你家拍一个VLOG 记录一下你的日常生活 咱们营造一个接地气的人设 给你洗白一下 比如你穿棉睡衣 在全村老上面前表演唱跳 最好还戏败于小侄女辈的 包准你年三十当晚上热搜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村过年了 但想想 导演说的也对 让导演回村拍我 其实算得上是双赢 导演能进一步获得节目的话题度 而我们村里的有钱人们 一向有大年初一记录拜年的习惯 但大年初一摄影师很难请 每年都要很大一笔消费 让导演过去 摄像机和设备免费用 我得为我们村里省下多少钱 那月29 我发了个导航截图 导航目的地是我老家村子 刚刚被挂热搜骂完 网友们都还没有消气 见我发微博 一窝蜂的涌入评论区 好家伙 看以后往哪里去 自己也去硬层是吧 你猜这次影后见你吗 不是说我们顶流不喜欢你吗 怎么 追男人追人老家去了 晦气 天王难得回老家探亲 还能和你碰一起 不是 你们没有感觉什么的对劲吗 怎么我们哥哥姐姐莫弟弟 都是这小村子 发了微博之后 我就关了手机 宣言大波关我什么事情 我要是在意评价的话 就不会见每次爱沉的铃声落头上 没有丝毫的反应了 车子沿着街道行驶 我不再埋头于手机 偶尔看看街道两边的风景时 也别有一番惬意 车子驶回家杂货店 我急忙出声叫停司机 等等等等 靠边停一下 我往杂货店冲去 后面车子也呼啦啦一群人下车 导演冲到杂货店的时候 我已经在结账了 看着厚厚一搭红包 导演的嘴角剧烈抽搐 又买这么多红包 你不懂 我们家在村子里的背景有点高 除了红包之外 我还准备了很多零钱 我们这里的规矩 压碎钱是为了压碎 里面装的钱不能太多 更何况 到时候小贝一个个给我磕头 那么多钱我也给不起 年二十九当晚 我带着导演和工作人员们 去了小镇上的一家旅馆 店主没有想到 大年三十还有生意 笑着夸我 带动了小镇经济发展 年三十当天年夜饭 导演村都我爸 在村子广场上搭一个台子 给村里老少表演节目 对我爸当场婉拒 不要着急 我安慰导演 我们这里不新年三十晚上串门 都在家里待着不出来呢 等明天初一 咱们再表演 行吧 导演说 大年初一 我妈给导演组开门 大家都来拜年 家里有点乱 麻烦单带着点 导演一边跟着我妈往屋里走 一边笑 嗨 我们什么没见过 紧接着导演便愣在了原地 我穿着红色小夹袄 手上拿着厚厚的一叠红包 坐在主座 刚刚给我妈拜完年了不是 现在到我了 一个个来 今年红包很多 不要急 盘香低旋 烟履鸟鸟升空 欲发成了面前的场景不太真实 的确 广大网友没有看错 那月二十九 我和鼎流 影后天王的目的地 都在同一个村子里 而此刻 他们三个人 正在争先给我磕头拜年 影后是第一个 小姑妈 新年快乐 我把最后的那个红包地给她 乖 鼎流是第二个 唐姑姑越来越美啊 天王那只在村里备份最低 早早出去闯荡多年不回村 为了弥补 她磕头磕得最实诚 以奶奶 助你事业红火 年年发财 磕头拜年的视频 被传到网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硬是被送上了热搜第一 挤下了年夜饭表演唱跳的小花 互联网上 各大网友纷纷改口 一时之间 叫我姨奶奶唐姑姑的粉丝们一大堆 唐姑姑 我不要红包 我只要青春少南文思域的校服照 小姑妈 我不要红包 我只要去年过年以后 穿的那件旗袍至此 网友们终于知道了 天王邀请我参演她MV的女主角 并非因为传言中的 我有身家背景 而是我和天王真的是一家 我在家族中的地位还比她高 至于和天王同款的衣服首饰 当然是天王妈给天王置办衣物的时候 顺便给我这个姨妈也置办了一份 而我之所以找影后结果寻音者不遇 并非是因为我夸大 而是纯粹的误会 最后 顶流文思域的那段采访 我和秦柱柱 开什么玩笑 我们不可能 一辈子也不可能 那段采访说的也不错 文思域叫我唐姑姑 怎么和我有可能 最后是影后文之之 有没有可能 我寻文之之不遇 是因为没有提前联系 就去人家做客 碰面的几率本就不大 只是我们那个综艺 确实追求忽然的惊喜罢了 一时之间 我仿佛被冤枉了三年的小可怜 网友们包丝抽茧 将我三年金利益 思思分析 是要还我个公道 所以既然秦柱柱和顶流 影后还有天王都是一家人的话 他还有必要 因为想蹭影帝 所以特意卖山款衣服吗 所以他阳台上挂着的那件 真的是影帝的衣服 可是我后来还见影的穿来着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 影帝要是和秦柱柱也是亲戚的话 借给自己长辈的衣服 自己怎么不能继续穿了 也是哦 你们说 影帝和秦柱柱是什么关系啊 亲戚吧 秦柱柱辈分那么高 会不会是影帝的小姨奶奶啊 评论区讨论的热火朝天 他们说的影帝 名叫徐之年 徐之年少年成名 年纪轻轻就拍了多部电影 多次提名各大奖项 更是在两年前荣登影帝的宝座 徐之年要颜值有颜值 要才华有才华 加上出道早 国民度高 粉丝术和文思玉他们 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 如今讨论起来 属徐之年的粉丝起劲 一来是徐之年的粉丝量大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其他人和我的关系都明了 只有我和徐之年的关系未曾明了 微博还在继续热闹 我却秉持着 不过出入不上班的原则 一条微博也不发 犹哉犹哉再现吃瓜 叮咚一声 是徐之年的信息 不发条微博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解释我不是你的亲戚 而是你的追求者 我本想着 此事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因为过年无聊 才频频被大家讨论 等度过最无聊的一段时光 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 却没想到 舆论竟会向另一个 奇异的方向发展 还宛如脱缰的野马一般 正月初期 之前黑我最卖力的 营销号也上班了 他们抓住最后的热点和流量 写了一篇文章 秦柱主 圈内最后一个不靠关系的 女星杨悠 可吓死我了 我可算知道了 这个营销号算是我的职业黑 之前明里按理贬低我就算了 现在是看贬低不成 准备捧杀我呢 卷里多少不为钱财所动 不愿意被钱规则 坚守初心的明星 怎么我就成了 最后一个不靠关系的了 就因为我有影后 鼎流还有天王亲戚 天知道我有多想靠他们的关系呀 只不过是强捧不红罢了 可这个营销号成功挑起了 我本来已经平息下去的热度 于是 为了避免我转而成为众矢之地 大年初期 我就被迫上班 各种发微博 直播 主要为了声明几点 我爱走后门 谁不让我走后门 我跟谁急 如果影后 鼎流还有天王亲戚给我资源 我是不会拒绝的 一时之间 全网都骂我后脸皮 一部分的网友表示 虽然后脸皮 但有点小梗直 另一部分网友的重点在 那影帝呢 影帝徐志年 给你的资源 你就要拒绝吗 我没有回应 而是用事实回答了 大年初期晚上 经纪人就替我接了一档综艺 曾经看不上你的那档 我经纪人征询我的意见 双倍通告费 请你去当费行嘉宾 你接吗 我知道 经纪人内心是期盼着上演 昔日你对我爱达不理 今日我让你高攀不起的戏码的 但我要让他失望了 谁会跟前过不去呢 所以 我考虑的时间还没有一分钟 姐 和我一样接到节目组邀请的 还有文芝芝和文思玉两个人 节目组的目的很是明显 就是冲着我们火上热搜的 那个视频来的 我自然也不矫情 本着有钱一起赚的原则 和文思玉他们两个人 对好了时间 在发现没有冲突的情况下 当即就做出了决定 我们参加 节目名字叫做朋友冲冲冲 说起来 这个节目也和我很有源源 我曾经也有机会参加这档节目 彼时我刚刚出道不久 参演了一部电视剧的女三号 电视剧开播前 每天都要跟着剧组 参加各种节目搞宣传 那时的朋友冲冲冲 尚且是一个大红大紫的节目 但凡有上映的剧集或者电影 剧组总是要去这个节目宣传一下的 更何况对演员个人而言 上这个节目对知名度的提升也有好处 所以在得知导演和主演们 准备带我上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不是不激动的 为此 我甚至推掉了一个难得的通告 没想到 出发去节目组录制地点的当天 我忽然接到了导演的电话 祝祝 要不你别过来了 导演也是从底层走上来的 平日里很是照顾小演员 不是轻易出而反尔的人 但无论我如何询问 他也不愿意告诉我 节目组临时反悔 不让我去录制的原因 直到这件事情过去很久 我才在无意中知道 节目组主持人萧楚 因为听说我曾经蹭过徐志年 于是跟节目组打了一声招呼 不允许我上这个节目了 他是在替徐志年出这口气 谁让他是徐志年的粉丝呢 如今 朋友冲冲冲日渐落寞 导演迫切需要一波热度 于是 在听说了我和文思玉他们的关系 又见此时热度持续了这么久之后 当机立断 下了血本 将文思玉和文芝芝都请了过来 节目开开前 还神秘兮兮地问文芝芝 以后不妨猜一下 我们一会儿的神秘嘉宾是谁 我们这才知道 原来这个节目今天还有神秘嘉宾 这会儿还不能告诉你们 导演不等文芝芝回答 便哈哈地笑了出来 这样他忽然出现的时候 你们的反应才真实 开开前的工作紧张而繁琐 在化妆间里 我终于见到萧楚 这个曾经连面都不露 就让我失去上这个节目的机会的人 但这次 他却没能像上一次一样拦住导演 让节目组放我鸽子 他自认为 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上来就想判我的手臂 秦老师 我想认识你好久了 久仰久仰 萧楚的营销一向是那于甜妹 在镜头面前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甜妹的模样 带谁都轻轻热热的 但实际上 他在娱乐圈混了这么多年 早已经学会了两幅面孔 面对诸如文思玉和文芝芝他们 他便是情商超高小可爱 而面对我这样的胡咔 他就高贵冷艳别来沾边 这样的人 我能习惯他对我的爱达不理 可有朝一日 他主动贴上来了 我就慌了 好在还没等我推开他的时候 文芝芝往前走了两步 毕竟是影后 芝芝在外气场强大 指望我和他中间一站 萧楚便自觉退开了 在想要搭讪 文芝芝已经将我扯到了一边 祝祝 我带了自己的化妆师来 你要不要蹭 好吧 文芝芝不仅习惯了被我蹭热度 连被蹭化妆师也习惯了 萧楚意识到了我对他的冷淡 直到节目组开胎之前 也没有继续往我面前凑 但随着导演的一声 Action 萧楚主动开始Q流程 将我们一个一个介绍 给屏幕前的观众 语言流利 情感充沛 即使我不喜欢他 也不得不承认 对方是个十分合格的主持人 只是 萧楚今日格外亢奋了一些 就在我好奇 萧楚这样亢奋的状态 是为何的时候 对方已经介绍完了我们的名字 不过稍一停顿 便把话题引到了神秘嘉宾身上 同时 镜头对准入口 音乐响起 徐志年走了进来 哦 也对 见到徐志年的时候 我就明了了 萧楚是徐志年的粉丝 所以在知道徐志年 会过来的时候格外兴奋 也没有错 徐志年往这里走 萧楚就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 笑着和徐志年说了声 徐老师 好久不见呀 说起来 萧楚和徐志年两人 还有几分渊源 萧楚刚刚出道的时候 曾经拍过一部电影 正好 徐志年看在好友的面子上 去那个剧组里头创了一把 他饰演那部电影的男昊 和当时的萧楚扮演情侣 萧楚常常会提起这段经历 当别人问他 最喜欢的男演员是谁的时候 徐志年的名字也总是脱口而出 一说到认真演戏 便赶怀自己当初 从徐志年的身上学了很多 更明确地表示 徐志年是他理想的类型 同样的行为 若是安在我的身上 就是强蹭隐蔽 可萧楚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能把明面暗恋 变成天作之和 可惜了 神里有梦 相往于心 徐志年和萧楚打了招呼 然后就礼貌拒绝了 让他站在他身边的邀请 反而朝我这个方向走来 秦柱柱 见我来参加节目 你本不理我 我和徐志年 已经将近20天没有见面了 最近的一次联系 也是在大年初一那天 他知道他的粉丝 都来追问我和他的关系 于是对我发信息 问我为什么不坦诚 我们并非是亲戚关系 毕竟 分别前的最后一面 还是他光着上半身 坐在我床边 明星之前叮嘱我 记得9点起来吃早餐 现在 徐志年一关楚楚地来到我面前 伸出手来和我打招呼 我却在和他握手的时候 忍不住别开眼 我为什么不理你 难道你不知道吗 节目录制虽然折腾 但花费一天时间后 终究完成了 录制结束 萧楚叫住了准备离开的我们 面色通红地问徐志年 徐老师 我们能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然后 对方满心的期待 就在徐志年 一个扭头看我的动作中 变成了泡影 徐志年的语气还挺温柔 有什么事情的话 直接联系我的经纪人更好 我经纪人全权负责 我工作的交接 萧楚恨恨地看向我 我 等我们从场馆里出来的时候 天色已经晚了 文芝芝拦住了准备回公寓的我 这样 今天回我家住吧 我还没有说什么 旁边的徐志年 倒是先咳了一声 怎么 文芝芝挽住我的胳膊 你有意见 徐志年默默地闭上了嘴 最后 徐志年跟着文思玉 回他住的地方 而我跟着文芝芝 去他的公寓了 文芝芝今天反常得很 洗完澡之后 非要跟我谈天 以至于 我连玩手机的时间都没有 直到我听了瞌睡了 打个哈欠 准备睡觉的时候 却听到文芝芝冷不丁的一声 秦住住 你是不是和徐志年在一起了 我 文芝芝不愧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好侄女 还未等我开口 便继续问 你想问我是这么看出来的对不对 我点头 你们今天的气氛 是个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文芝芝一手符额 不准备分手的话 你们两个便做好公开的准备吧 还有 文芝芝叮嘱我 最近住一点公关 我担心萧楚会对你有动作 事实证明 虽然在年龄上我虚长文芝芝一岁 但在社会经验上 我果然不如文芝芝 前一天晚上 他刚刚提醒我 让我提防萧楚 第二天一早 萧楚就发了微博 肉身开团 不止民道姓的阴阳怪气 萧楚B 我其实能理解很多长辈 对小辈有控制欲 但是长辈控制着小辈们 对别人刻意冷淡 排挤他人 是不是就过分了 要是个有本事的长辈也就算了 关键是也没本事啊 虽然是阴阳怪气 但调查一下录制节目的人员 再说 谁已经很是明显了 他微博底下有粉丝评论 说的是爱蹭姐 前两天才稍微改变点对他的看法 怎么最近又作妖了呀 萧楚没有回这条评论消息 到时又另外发了一条微博 萧楚B 我挺烦拿着备份说事的 好像说备份 之前的蹭就都不叫蹭一样 如果娱乐圈是个看备份的地方 那么我想娱乐圈最红的人 应该是百岁老人吧 毕竟尊老挨诱 什么讲都是他的 我才刚刚刷完这两条微博 经纪人就给我打电话 你惹到萧楚了 经纪人问我 我闲着没事惹他干嘛 我发了个白眼 我不是惹到他了 而是酸到他了 经纪人不解 酸到他了 你先别管这个 我揉了揉紧绷的头皮 先跟徐志年的经纪人联系一下吧 我们可能要公开了 你们先提前做好准备 经纪人 哈 我的经纪人是个愿重经纪人 他带的艺人 不愿意同他分享 隐私不说 他消息渠道还少 脑子更是不太灵敏 很不容易了 所以有些事情 我觉得不能只靠经纪人 还可以靠一靠 社会经验比较丰富的影后侄女 于是我去卧室 把还在酣睡的文芝芝给拽了起来 然后把平板塞在他的手里 虚心求教 我被恶心到了 求问怎么恶心回去 文芝芝睡眼朦胧的看完微博 就这 你就因为这吵醒我 你让我好好睡一觉 今晚好打起精神 看你和徐志年秀恩爱好吧 如同文芝芝建议的那样 我把萧楚的微博抛在了脑后 下午的时候 便给徐志年打了电话 邀请他和文思玉来 文芝芝家做客 顺便一起看朋友冲冲冲播放 节目的播放时间是晚上八点半 八点 我们便已经吃完了饭 四个人齐齐坐在了沙发上面 直到节目整点开始 我们一边看节目 一边看观众们 在某博节目话题下的互动 这次节目的热度出人意料的高 大概是因为同事情意 节目组并没有把萧楚凑到徐志年面前 徐志年却不搭理他的场面给捡进去 可惜了 文芝芝感叹 紧接着 电视里放映出了徐志年走过一众人 走到我面前打招呼的场面 等等等等 投影弹幕已经开始刷了 你们不是说 秦祝祝和徐志年是亲戚关系吗 徐志年看秦祝祝的眼神 像是亲戚之间的眼神吗 实话实说 我前一天和我老公困完脚 第二天我老公就用这样的眼神看我的 不会吧 不是说秦祝祝是徐志年的长辈吗 徐志年的姨奶奶 这些都是大家的猜测 任正主也没有承认啊 文芝芝看向我 看吧 这就是我说你们的关系 一定会被看出来的原因 魏梅也太不受找了 我轻壳几声 示意文芝芝不要乱说话 然而 迎来的却是文芝芝吃笑 你以为文思玉是傻子吗 你们之间的不当关系 他比我还要早看出来 但无论如何 仅仅停一个眼神 判断出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还是太武断了一些 这边随着嘉宾们开始寒暄 即使弹幕也不再讨论 这个单一的内容 直到节目往下面进行 游戏开始 我和文思玉 徐晓还有萧楚 被分到了红队 红蓝两队开始互撕名牌 偌大的场馆里 两队的队员开始互相追逐躲藏 红队实力不济 被各个攻破 文思玉是最先被淘汰的红队队员 他被蓝队的几个人围攻 趁着不注意 我们也还没有赶过来支援的时候 被撕了名牌 然后是徐晓 再然后是萧楚 最后是我 我能最后被撕名牌 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躲得好 另一方面 则是我即使碰到蓝队 碰到的也大部分是徐智年 他本来在认真追我 就忽然在看到我的时候 装作看不见 让我溜走了 徐智年几次放我走的片段里 弹幕更是落在一起 根本看不清 文思玉开了去除相同弹幕 这才能勉强看清点内容 告诉我 这不是我印象中的隐蔽 不对呀 我们明明记得 徐智年是最尊重规则的 怎么 在秦楚楚面前 规则和胜负就多不重要了是吧 等到最后 本来准备来抓我的是文智智 但徐智年自告奋勇 徐智年是在之前的时候几次放我 但竞技游戏 他终究不会对我放水到 影响他们那一方胜利的程度 于是 在我的哀求之下 徐智年还是对我背后的名牌伸出了手 啊 秦楚楚好会撒娇啊 喷叽叽 你怎么可以撕我的名牌 平躺猫猫 猫猫委屈 我当时只顾着紧张躲避了 很多细节都没有注意 可如今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才发现 徐智年竟然有这么多的小动作 谁让你动我头发的 我气鼓鼓地问他 电视屏幕上 各种各样的弹幕已经开始疯狂刷屏 啊 给我原地在一起 磕死我了 不不不 这么甜 我不相信是亲戚 节目组买了热搜 把节目热度网上推了推 经纪人趁机打过电话来 让我公布和徐智年的事情 现在是正确的公布时机了吗 我问经纪人 经纪人怨种发言 你们在节目里都表现得那么明显了 早工 不和晚公布还有差别 于是 我去我的微博下巴拉巴拉 找出问我和徐智年 是不是亲戚的那条评论 评论 转发 不是一旁 徐智年也登上微博 转发了我的这条评论 徐智年V 但之后可能就是了 算算备份 文思雨应该得叫我小姑父吧 粉丝们纷纷表示 真情侣刻起来就是甜 这一番公布下来 还有谁大理萧楚早晨发的 那两条阴阳怪气的微博 偶尔或者有两个 知道萧楚曾经做派的粉丝评论 也没见人 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啊 是某些人酸的酸了吧 萧楚的粉丝还在微博底下控屏 萧楚已经恼羞成怒 删了微博 当然 现在已经没有人注意他了 因为大家的注意力 都被吸引到了其他地方 比如 已经有粉丝号召 要考古一下 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了 然后马上就有粉丝响应号召 信之勃勃一起考古起来 他们本来是冲着我和徐智年的 交际考古的 却没想到 考古着考古着 找到了我之前的作品 原来这个女配是秦柱柱演的吗 卧槽 秦柱柱还女扮男装过 她女扮男装有这么好看吗 只有我禅秦柱柱 在这个嘉宾家里表演的唱跳吗 其实 这种考古有点难度 倒不是因为年代久远 而是因为 很多时候 我是没有自己完整的作品的 初到三年 我也一直是别人作品里的配角 偶尔会有人为 我数上名字 但大部分的时候 我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 所以大家考古来考古去 考古出来的大部分内容 也只是我被扣上爱蹭姐帽子之后 参加来我家吃饭吧的节目视频 也就是在这寥寥的几期视频里 我在嘉宾的家里表演唱跳 弹唱 偶尔还说段小品 是我的错觉吗 怎么爱蹭姐会得有点多呀 我之前还想说两句 爱蹭姐和影帝不太般配 现在 是我冒昧了 这样一想 萧楚发的那条微博 确实阴阳怪奇 秦柱柱又不是一无是处 这样的一个宝藏明星 怎么就当不起那点点热度了 其实说来也奇怪 你说秦柱柱家吧 文思玉是内与顶流 文之之是双金引后 而我们现在看 秦柱柱也不是完全没本事的废柴 你们说他是怎么做到入圈三年 归来还是素人的 以前是素人 现在可不是素人了吧 不确定 再看看 不得不佩服广大网友们的考古能力 很快便又有网友发现了 我第一部参演的电影 很多人以为 我的入卷处女作是天王的MV 但其实不是的 我第一个作品 其实是一部名气不低的电影 恰巧 那部电影就是徐志年的登顶制作 那部电影制作精良 只要参演的演员 大大小小都红了 只有我是一个例外 因为 因为我在那部电影的戏份都被剪了 一个片段也没有留下来过 网友们不知道从哪里 拎出这些被删剪掉的片段 这不是演的挺不错的吗 怎么被删了 当然 更多人的重点在 徐志年和秦柱柱参加过同一部电影 秦柱柱和徐志年是在这部电影认识的 有网友带着链接来问我 我仔细看了看那个视频 给了他肯定的答复 我和徐志年确实是那部作品认识的 彼时我想要进娱乐圈 又不愿意让文芝芝他们帮我 于是便挨个跑剧组 需要能找到合适的角色 那时候我自觉自己长得不算差 演技也还行 再怎么样也能找到一个差不多的角色 可娱乐圈最不缺的就是 长得不算差 演技也还行的 所以我找遍影城 除了群演之外 根本没有一个用得到我的角色 直到那日 我丧气的坐在一个剧组外面 正好碰到导演匆匆出来 不知道在找什么 看到坐在剧组外面的我 他的眼睛一亮 问道 你是来找角色的 我点了点头 这样 我这里有一个女四号的角色 需要四五天拍摄 但这个角色戏份吧 我还没有考虑好要不要删 你要不要来 能来的话 咱们就能开工 导演的意思是 如果删掉该角色的戏份的话 工资太照付 但那些拍摄都算是白拍了 之后也不会用到电影里 但也有不删的可能 也算是一个出名的机会 那是我的第一部电影 我欣然答应了 也就是在这个剧组 我第一次见到徐志年 彼时 他已经是很有名气的演员 而我不过是一个新人 有幸在一边观摩他们几个演员表演 只记得徐志年的全副星神 都放在拍摄上面 每拍完一条 便跑到监视器那边 检查自己拍的合不合格 导演笑骂他 不行的话 我会让你再拍的 信不过我 不是信不过您 徐志年笑着回道 我不是得对自己负责吗 徐志年身为男主 戏份最多 我看他演戏也看得最多 所以慢慢就学会了他的习惯 导演一喊卡 我也往导演那里跑 我跟着剧组的时间并不算长 但学了徐志年的三分认真 无论是导演还是他 都对我有了几分印象 所以我杀青的时候 还得了导演的几分亲眼 好好干 等我有了新电影 让你来演的女三号 徐志年对我说 你演得很认真 会越来越好的 粉丝问我 当初是不是对徐志年一见钟情 我说不是的 其实那时候 我对他更多的是亲配 也一直在庆幸 自己刚踏入演艺圈 看到的是一个敬业的演员 只是后来 导演的另一部戏太拍了 男主还是徐志年 但他已经忘了曾经说过 要让我演他心心女三号的话了 我也以为自己 不会和徐志年再见 直到那天 文思玉准备 在他的小公寓里打边炉 邀请我去做客 打开门的时候 我看到文思玉家的地板上 盘腿坐着一个人 他在专心致志地看剧本 即使我开门关门也没有抬头 而我一眼便认出了他 文思玉怕我尴尬 从厨房跑出来 同开介绍 这是情注注 徐志年冲我点了点头 报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低下头 又看剧本去了 我和徐志年在一起之后 我曾经问他 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 在想什么 徐志年笑了笑 大概是 这女孩这么漂亮 可千万别是文思玉的女朋友吧 记得有一次 我和徐志年约会 夜深怒重时 他将外套脱下来 让我穿回了家 却因为这件外套 而引起了小风波 秦注注 我们干脆公布 我们在一起的消息算了 徐志年电话联系我 提出了他的建议 我不我拒绝了 再等一等 等到什么时候 那时候是我和徐志年 第一次吵架 我没有想到 最先换的换师的 不是始终觉得 不够优秀的我自己 而是他 他说 祝祝 我总觉得 你不是特别需要我 你知道吗 爱是彼此需要的 那次之后 我开始不再在镜头前 刻意避讳 和文之之他们之间的关系 甚至能做到 和文思玉参加同一档节目 也能在节目上 大大方方的带着大家 去拜访文之之 尽管寻影者不遇 被人嘲笑 我曾热度 文思玉给我打来电话道歉 说不好意思 让我被误会了 我说你不知道 反而是在我被他们 骂蹭热度的那一瞬间 我知道 自己再也不害怕 会被这样说了 因为我知道 你们更愿意 我在镜头前 表示对你们的亲近 我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值得了 当然 我也没有马上 就像你们一样厉害 但是 我的演技 越来越能拿得出手 等到我学会了主持综艺节目 我唱跳RAP 都能即兴发挥了 我知道 我不像你和文思玉一样 演技精彩绝伦 或者唱跳一绝 以我在这方面的天赋 可能永远赶不上你们 我也不准备赶上你们 但我可以多回一点东西 多学一点 即使有一天 我仍旧被骂蹭热度 但我依旧能挺直腰杆 热度我是蹭了一点点 但是 这点热度 有人愿意让我蹭 我的实力 也能蹭得起 甚至有一天 我还能让你们蹭回去 于是 直到那天 艾蹭姐这个称号彻底落 在我的头上 来我家吃饭吧 导演心急如焚 想要拍个 LeoOG帮我洗白 我说 好吧 我家里的人有一点点多 而且 我在我们村的地位有点特殊 你到时候可不要奇怪啊 导演拍着胸脯表示 有什么好奇怪的 也许 因为我已经足够优秀 于是 那年初一 我穿着小红袄 坐在我家客厅里 是告诉大家 我是我们村里 辈分最高的小姑妈 但也是告诉所有人 艾蹭姐这个黑称 我的亲人不在乎 我也不会在乎 从没有在乎过 全轮完